光這件事情 复聯會裡面現在的委員們 現在的會員們 就應該要提出一些質疑 所以我才一直呼籲說 复聯會裡面的成員 是不是也期待你們這個組織 能夠更透明一點 有改革的想法一點的人 可以幫我寫一下推薦信嘛 兩個人就好 然後讓我也可以加入這個复聯會 而且你們本來就應該要敞開大門 婦女工作就需要女性加入 就是使你們更有力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可以進去 然後把這整個會的 更具制度化 然後更公開化 透明化 這等於也某種程度 還了复聯會一個洗刷冤屈 你實在想太多 我告訴你 金周刊上一期不是做了一個專題嗎 轉型正義 然後就提到复聯會 他們有個記者 就真的去要了一個申請票 他進不去 進不去 完全不理他 你哪位啊 兩個人要推薦他 但是如果 這個你們還是 仍然是採取這樣的態度的話 其實复聯會其實你也擋不了 說這件事情其實會被處理的 因為立法院下個禮拜一就要開始審了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身為一個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其實复聯會其實是逃不掉 它是一個極大的目標 所以何不從自己本身開始做起 反而會比較有利於你跟社會上面的人民的信賴度 對不對 所以我還是建議說希望有這個改革意圖的人可以幫我寫推薦信讓我加入 我覺得复聯會的問題事實上會比國民黨黨產來得更好處理 因為過去大家在質疑說國民黨黨產你是怎麼來的時候 它有很複雜的一些因素 可是看起來 复聯會一開始它這個組織並不是由這些頭人 他們自己所捐獻自己的財產 而是政府應用它的詮釋 告訴大家講說類似用稅捐的概念 就是你今天有這筆消費 你有這筆收入 對不起你就要拿一定的比例出來捐給复聯會 所以這個部分我倒覺得就是說 如果今天訴求轉席正義的這一塊裡面 复聯會它當然是首當其中 而且我甚至認為它其實不需要成為說 跟國民黨所謂附水組織一起去討論 因為這個東西變成是說 你過去你的支出沒有任何 你知道我們現在台灣有很多這種團體 事實上跟复聯會的狀況是很像 比如說有一些類似像工會 我現在講那個工是這個工家的工 不是工業的工 有些工會它甚至它自己本身的內部的財務的狀況 它不需要經過任何的監督 就完全是自己內部自己說了算 那這種狀況來講 你回到复聯會的身上 即便他有所謂總幹事這樣的一個職責 那你剛剛時期說 如果有傳言說真的是放在那個什麼 私人的帳戶裡面 要是要算算所得稅還是不算所得稅 這好像被確實了 就放在...是用私人的帳戶在保管 這好像是事實對不對 一直有這樣子的說法 我記得媒體有去採訪 後來他們就說這件事情 當事人自己承認 對 因為他們沒有其他處理的方法 對啊 他們說這也很正常 所以他完全不需要 你看我們過去在討論某些宗教團體的時候 他最少有一張paper出來講說 我最少給會計師看過 复聯會的狀況是 他完全都不需要這一塊 那他當時登記 成為所謂的政治團體的時候 這些就變成他們 我講實話 連財產有多少都不知道 所以如果今天要訴求轉型政 我倒真的覺得立法院的這一塊 其實不需要把它當成 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他可以單獨去處理的 這個太明顯了 你用國家的稅收的方式 去讓他成立這樣一個單位 然後你從頭到尾不去監督他 到今天為止 你一樣內政部 讓他用政治團體的民意存在 那你講政治團體 他為什麼過去 他所有每次選舉的時候 他都是幫國民黨站台 每一次開的所謂的參會 演講 包含很多的集會 都是邀請國民黨的人在那個地方 內政部長推薦康仁俊 好 來 蔡姐 每一年的國慶 都是復聯會所舉辦的 我記得我好幾年參加的時候 都最重要的場合的時候 就總統進場 至少最近這幾年 總統進場的時候 就是姑媽媽 還有丁茂石夫人 還有前夫夫人 這些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復聯會的這個 沒有積極的效能 憑良心講 國民黨的主政者也要負責任 復聯會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就算 你在這個權威之下 你把它當成你們的賦水組織 可是這個賦水組織 一直是一個垂垂勞矣 跟社會相隔絕的 他連勢來交替都沒有 他裡面的成員 他選舉的時候 活躍也只是小眾的部分 跟那個國民黨的復工會做連結 他是一群就是生活在比較政治狹窄的範圍裡的一些女性 你去參加他們的這個三八婦女節的大會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 我就有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好像是清朝的這個姨媽什麼什麼 這個姐姐們跟現代人在一起 我參加過好幾次 那其中像現在 他的成員裡面 我們知道什麼朱淑賢 田玲玲 林承之 再加上還有誰你知道嗎 還有晨晨先生的女兒 晨晨的弟弟的太太 就是說他這些都已經是那個 就是連中國國民黨裡面 他都沒有什麼樣的現代代表性的 我覺得這個八年裡面 馬英九他反正每一年 復聯會這個幫他助選 他就去 問題是連馬英九的太太 都瞧不起復聯會 以前有一次 復聯會 不是二零一二年的時候 幫馬英九開一個造勢大會 結果周美青沒有去 我記得這個 有一位我們所熟識的 這個媒體的姐姐 他私下也就講 轉達給我 他說 復聯會那些 那些那個 那個大姐們 氣得要死 我們復聯會幫你馬英九就選 你周美青都不來 我在猜什麼 因為平常復聯會 可能根本就沒有要周美青 對 周美青也不稀罕去 就是說連這個總統夫人這八年 都不是你復聯會的成員 你這個復聯會就已經像是一個 這個中華民國創國以後的一個 北京的那個小紫禁城一樣了 那這樣子對於復聯會的所有成員來講 真是核其沉重的一個負擔 現在因為郭媽媽她已經九十歲 郭媽媽當然身體跟頭腦還是很清楚 但是目前為止沒有人開第一槍 來寧的人沒有人敢對復聯會講任何一句話 現在這個關於國民黨的黨產 幾乎已經可以確定化了 就是他們搞了一個煙幕彈 這個要做障眼法要捐21億 今天連那個支持他們的報紙 聯合報色論都已經開始笑他們了 這件事情已經確立了 可是復聯會跟救國團 因為跟蔣經國 蔣家 宋美麟有關 那國民黨的那些人裡面 他腦子裡就有個魔障 他們那個魔障不去除 那就民進黨幫他去除啊 我認為他們沒有能力去除這個魔障 所以只好就是轉型正義 促進法或說其他相關條例 把他們立刻處理掉吧 將來的內政部長也蠻辛苦的 可是你現在看那個復聯會 真的是很奇怪的一個組織 他到底做了哪些事 我覺得應該寫一個年鑑才對 怎麼處理啊 徐委員 我覺得前面寇姐講的 其實你就會覺得 好像跟我們現在外面的這個民主文化 好像就他剛才講好像是那個什麼 小子進城 小王國 對 小王國 而且是好幾十年前的小王國 就是說他們在這個王朝裡面 其實也還活得不錯 雖然選舉會出來幫忙 暗影改朝變天 連國民黨立委都自己連署說 黨產要怎樣 要捐出來 雖然那個數目大家都覺得匪夷所思 怎麼可能是只有這樣 而且還把大部分責任推給李登輝說 沒有 都是他虧空的 可是我覺得寇姐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這樣一群人 然後他這個財產如果是私人化 而且很不透明 甚至在過去很多就前面講的 這個進出口結會的時候去弄 然後我們這個看電影的時候這個扣下來的 那這些錢當時美其名是這樣喔 他說是蓋眷社 對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老舊眷村 對啦 然後甚至去醫院裡面去照顧這些受傷的 阿兵哥或是然後再來就是蓋這些醫院跟學校 可是你現在看的政信醫院絕對不是一般的醫院 雖然我們不能說他叫貴族醫院 可是我覺得他的一些學校 有些稱向貴族學校也不微博 那真的是貴族學校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這些在臺灣社會都還是看得到 可是他後面卻這麼模糊 而且這個很多爭議的時候 就算你不是所謂的 你宣稱自己不是所謂的覆水組織 國民黨也出來 昨天也出來講說 沒有 我們跟婦聯會一點關係都沒有 雖然楊偉中說 國民黨應該主動協助社會瞭解婦聯會 可是就算是一般的社會團體 也要把這些事情公佈清楚 否則像前面講的 錢在私人帳戶裡面 然後你又宣稱你是一個社會團體 就算是政治團體 我覺得這個社會是沒辦法接受的 其實填在私人帳戶裡面 余國華時代在一九四九年到 大概五零年後期的時候 我們的外匯也在私人手上 這個董淑珍女士 那個余 董梅珍 對不起 余國華先生的夫人 董淑珍中槍 對不起 董大媽在海外中槍 可見我還蠻思念她的 董梅珍女士 她曾經就是外匯的那個 這個帳戶的持有人 因為我們以前有人寫過報導 就看過我們的外匯的支票裡面 是董梅珍 當時他們是說國民黨的這些 蔣家的比較 比較這個 就是說比較廉潔的這些官員 即使是外匯在他們手上 他們都沒有侵吞了 這當然也是李國鼎啊 這個孫玉賢時代那個時期的人 帳戶在你的手上或許是一個 時代上面不得已的一件事 就是因為帳戶在你手上 我覺得這件事情的處理 不要 我真的要這個 呼籲一下孤家 因為孤政府先生的兒女 現在在社會上也是一方人物啊 她的女婿所經營的餐廳 非常非常的知名啊 而且她的 她們家的這個 親家的這個相關的人士 也是婦聯會的成員啊 也是她們的這個 好像什麼常務委員 什麼董委員之一的 就是你們不能夠假裝 什麼都沒聽到 什麼都沒看到耶 我不想指明孤家的那幾位女性 或者是孤家的這個兒子的名字 但是孤家的名節 大於婦聯會吧 孤政府先生天上有之 難道對這件事情的 婦聯會跟孤家的連結 不會有任何的懸念嗎 所以孤家 當然跟他們沒關係 可是孤家的成員下一代 你們不要裝聾作啞 我覺得你們的裝聾作啞 反而讓這個社會 變成另外一種負擔 這個基本上來講 並不是所謂的孤家的後代 所應該承襲的一個 爭議的話題嗎 這時候會想起孟子 他真的是個先知 他早就說過 稅大人則渺之 勿勢其也微微然 來阿晃 其實處理婦聯會不難 過去的遙君圈 或是海關的進出口結會 那個政府都有記錄可查 對都有記錄可查 現在就是婦聯會的選擇 就包括孤顏卓雲 孤媽媽 你是要主動處理 還是被動處理 主動處理就很簡單 我想帳目多少錢 大概他很清楚 主動公佈 哪些該國家的 就還給國家 那如果要被動處理 其實也不難 就像我剛剛講 都查得到 那孤家做的主要的事業範圍 其實都是特許行業 我不覺得孤家會笨到說 跟政府比 要對得到 會的 就算了 就算了 跟政府一下 就算了 就算了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